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明镜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爱付资 地盛在急剧下降 而外资的流出却在增加 根据中共商务部的最新数据 与去年同期相比 今年前八个月的FDI金额惊人的下降了31% 折合美元同比下降33.8% 这一数字不仅让人震惊 还显示出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 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更令人关注的是 外资的离境资金规模 在同一时期达到了2269亿美元 这一数字比2019年增长了73% 这表明许多国际知名企业 如苹果、三星和英克尔 正选择退出中国市场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现象的发生呢? 经济学家火星宏观指出 政治因素不公平竞争和过度的监管 都是外资流出的关键原因 过去的开放政策已经变得愈发严格 企业的运作空间被压缩 这让他们开始重新考量在中国的投资 这样的变局不仅影响外资的流入和流出 也可能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 带来深远的影响 那么未来的中国经济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外资还会重新回流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北京将增资国有六大行 执意不刺激消费 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局长 李云泽24日宣布 中国计划对六家大型商业银行 增加核心一级资本 以巩固提升大型商业银行 稳健经营发展的能力 但未进一步透露增资数额 综合媒体报导 李云泽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资本是金融机构经营人的本钱 是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基础 和抵御风险的屏障 当前中国大型商业银行 金融发展稳健 资产质量稳定 主要的监管指标都处于健康区间 李云泽表示 近年来大型商业银行 主要依靠自身利润流程的方式来增加资本 但随着银行减费让利的力度不断加大 近期差有所收窄 利润增速逐步放缓 需要统筹内部和外部等多种渠道 来充实资本 李云泽并宣布 国家计划对六家大型商业银行 增加核心一级资本 将按照统筹推荐 分期分批 例行一策的思路有序实施 旨在巩固提升大型商业银行 稳健经营发展的能力 更好地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作用 他说 金融监管总局也将持续督促 大型商业银行提升经济化管理水平 强化资本约束下的高质量发展能力 国有六大行分别是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油储银行 油储银行 交通银行 据正确日报网报道 至8月30日晚间 六家国有大行 今年中期成绩单已全部揭晓 2024年上半年 国有六大行合计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33 88亿元人民币 营收合计17,995.11亿元 截至今年6月末 其中五家银行不良贷款率较上年末实现下降 今年上半年 国有六大行的资产规模均实现稳步增长 其中工商银行的资产规模依旧居首 较上年末增长5.4至47.12万亿元 农业银行建设银行资产规模也超40万亿元 分别为41.98万亿元 40、29万亿元 面对北京当局针对就市寄出的各大货币金融政策 中央社引述香港声响顾问董事总经理王良祥 在无线电视台节目上说 目前外界对中国经济表现颇为悲观 如果今年中国经济不能保持5%增长的目标 外界对其明年经济表现将会更加悲观 因此他认为北京方面希望在今年余下时间 透过货币政策来达到推动经济增长5%的目标 他指出相关政策大致是把资金推向股市和房市 即鼓励投资 原因是过去的货币政策不够积极 但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是民众不消费 中国早已出现通缩 只是北京官方一直不敢提通缩却是实际存在 这导致市民不买股不够房 针对通缩最好的例子便是中秋廉价消费疲软 美国之音引述官去哪里大数据平台的统计显示 中秋廉价期间前百大酒店中 有三成酒店的预定房价与淡季的价位相当 为舰涨幅空间包括最具指标性的月饼销售也严重下滑 根据中国消费品线下零售监测机构马上营的数据试 今年中秋前夕主要门市的月饼类产品销售额近乎腰斩 比去年下滑四成五 且连续第二年下架 中国财经网站华尔街建门 已引述华泰证券的分析报告指出 受到中国境内需求偏弱和库存偏高的影响 今年连假期间中秋四件套 红酒、月饼茶叶和大闸蟹皆量升价跌 市价较去年同期走跌超过10% 针对通缩最重磅的警告来自人行前行长一纲 他9月6日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倡导 中国现在应该把重点放在抵抗通缩压力上 他强调中国需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成长 尽管外资金融界多热议 中国已陷入螺旋式的通缩 但中国官方的态度始终会莫如深 境内主流经济学界也少见有人公开讨论 因此易刚此番发言被视为中国的通缩问题 终于被摆到了台面上 而易刚开出第一炮后 多位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也纷纷发出警告 回到24日北京方面祭出的货币刺激政策 王良想认为这些措施 不然可以鼓励市民买股购发 也或许可以拉动经济全年增长接近5% 但如果北京方面不再刺激消费方面下功夫 恐怕相关政策的作用难料 因此他建议北京方面可以发放消费券 以鼓励消费 8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降50% 创25年来最大跌幅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根据中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1月份至8月份 中国实际使用FDI金额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1% 5%若以美元计算则下降了33.8% 这不仅反映了外资流入的减少 高中零声底线 更揭示了外资大量流出的问题 根据中国外汇管理局的数据 今年前8个月 通过初次和二次收入渠道离境的外资规模 达到了2269亿美元 比2019年增长了73% 综合媒体报导 这样的数据显示出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中国的外资流入正在迅速减少 而外资流出却在急剧增加 这一现象引起了多方的关注和讨论 网络上各种分析和观点层出不周 其中一位知名的财经领域创作者火星宏观 在9月24日发表的观点指出 仅在8月份iPh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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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hone美元 同比下降了50.4% 这是自200年以来最大的跌幅 甚至低于21年前的水平 20年前的水平 2004年8月的F5为61亿美元 而今年8月仅为58亿美元 外资的流出在科技领域尤为显著 包括苹果、三星、Intel等大型跨国企业的资金撤离 无疑加剧了中国在外资方面的困境 根据火星宏观的预测 今年全年的外资流出规模将可能超过3400亿美元 这将是2019年的1.73倍 外资撤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火星宏观认为政治因素是首要原因 过去几年 中国的商品流动性开放程度有所倒退 国有资金在超投标过程中 普遍排斥民企和外企 服务领域的开放制度至今未绝 这让外企在中国的经营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公平 都证明深底线 同时国有企业的快速发展 进一步挤压了外企的生存空间 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 外企难以保持正常的盈利 此外 近几年来行政机构的监管趋势过度强化 从发展第一转变为安全第一或风险最小化第一 这种变化导致了大量政策执行层面的偏差 对民营企业和外企的自主经营和公平竞争 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严重挫伤了他们的投资积极性 林伟二嫩的评论者也在自由时报发表文章指出 过去外伤在中国享有较为优厚的政策待遇 但近年来政策变动频繁 增加了外资企业的运营风险 这种一日三变的政策环境 让外资企业不得不重新考虑 在中国的投资布局 地缘政治经济的变化 也对中国吸引外资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嫩认为供应链重组 国际贸易摩擦 以及地缘政治的不稳定 这些都让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 变得不再稳定 尤其是在强势美元和地缘政治冲突的背景下 大量的资金流向美国 导致中国的外资流入进一步减少 这些观点不仅揭示了 中国经济环境中潜在的问题 也为未来的政策调整提供了重要参考 如何在保障国家安全和稳家安全 和稳家安全和稳定的前提下 重新吸引和留住外资 将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 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 复杂多变的背景下 中国需要在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取得平衡 以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球铭身底线 从全球视角看 中国曾经是外资严重的金矿 广阔的市场和相对廉价的劳动力 吸引了无数跨国企业 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摩擦 疫情影响等多重因素的叠加效应下 外资企业的投资信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再者 中国的内需市场虽然庞大 但消费者行为和市场规则也在迅速变化 外资企业需要适应这些变化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足 然而当政策环境变得不稳定 监管趋势过度强化 这对于需要灵活经营的外资企业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此外在全球供应链重促的大背景下 外资企业也在重新评估其在中国的生产和供应链布局 随住越南、印度等国家的崛起 这些地区成为外资企业心的投资热点 这不仅是劳动力成本的考量 更是风险分散的策略 一旦某地区发生政策变动或地缘政治风险 企业可以迅速调整其供应链 以确保业务的连续性 另外二弄的文章还指出 疫情后的中国内需市场并未如预期般迅速回暖 也有所影响 虽然防疫措施有所放松 但消费者信心不足 市场需求微缩 使得外资企业在中国的业务也受到影响 自由时报报道指出 中国的内需市场变化巨大 消费者的钱包似乎比他们的信心还要薄 这对于依赖市场需求的外资企业来说 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 这些外资企业的撤离 不仅对中国经济产生了直接影响 还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过去外资企业在中国不仅带来了资金 更带来了资金 更带来了技术和就业机会 如今这些企业的撤离 让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 资深风险投资人杰弗里也表示 中国的经济增长空间已经不再能够容纳大量外资的参与 他认为中国风投行业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未来的投资机会将更加有限 外资大局撤离中国 北京对策如隔靴骚痒 除了外资撤离 中国经济还面临着其他深层次的问题 中众名声笔线经济学家黄大卫指出 中国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真实情况都比较糟糕 甚至可能比2008年的经济危机更为严重 实体经济方面 餐饮服务业和工业企业的开工率不足 订单减少 利润下降 这些问题都在困扰住中国经济 此外 失业率的上升也是一大挑战 特别是中青年失业率高 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 内卷现象严重 这些都让中国的经济复苏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的出口形势也不容乐观 贸易战后 中国对欧美市场的出口受到关税影响 整体出口表现不佳 尽管对东南亚和俄罗斯的出口有所增加 但这些订单的利润率较低 难以弥补对欧美市场的损失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不仅仅是数据上的下滑 更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失败 揭示了其经济政策的短视 和缺乏长远规划 面对这样的局面 中国是否能够进行深刻的改革 改变现有的经济模式 将是决定中国未来经济走向的关键 华尔街日报报导 外资企业对中国的投资热情逐渐冷却 由于成长放缓和获利缩水 许多跨国企业已调降中国 在其投资目的地清单上的炫位 并就当地业务进行整并 调查显示 跨国企业总部将中国列为 投资首选的比率降至25年以来最低 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毅表示 在中国经商的风险过去几年已然增加 与此同时 这个市场正在走缓 该商会最新公布的调查显示 受访者回答总公司 将中国列为投资首选的比率 已降至25年前开始 这项年度调查以来的最低 中国也注意到这个变化 并试图挽回局面 上海市政府8月表示 目前最急迫的经济挑战 就是苹果链持续空洞化 机智慧手机iPhone制造商苹果公司 将部分电子产品生产 从中国牵制印度和越南等国 这种变化的原因 包括中国经济持续低迷 当地竞争加剧地缘政治紧张 以及亚洲其他生产基地崛起等因素 一些商会指出 中国市场的利润率相较于 其他市场已不再具有优势 这种情况就像是一个曾经繁荣的商业街 现在却变得门庭冷落 让人不禁感到惋惜 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 持有一家中国主要电商平台的股份 长台的股份长塔8年后 日前以36亿美元出托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也与同月关闭在中国的研发机构 影响于千个工作机会 在中国经商的外国车厂 也在缩减失业规模 因为中国企业已占据近 五分之三的本地客车市场 截至今夏 在中国售出的大部分行车 都是电动车或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而非外国车厂长期以来 占优势的传统燃油车 去年以人民币计算的外国 对中国投资额较前一年缩减8% 根据联合国数据 人口远低于中国的印尼 正在吸引更多所谓的绿地投资 以及在当地从头建立新业务或设施 但是大部分外国企业 还不打算放弃中国市场 多数企业正设法维持既有业务 有些公司认为 仅等中国技术 有助他们维持竞争优势 沃尔玛正在中国 扩大旗下山姆会员商店的门市数量 根据中国欧盟商会 5月进行的调查 认为中国是首选投资 目的地的受访者比率为15% 相比之下 这个比率多年来一直维持在20%左右 上海美国商会房调306名受访者中 约20%表示 今年将会减少投资中国 一方面是担心中国经济成长前进 二来是已将投资转向印度和越南等地 然而有些专家认为 如果中国内需回升 仍有望再次成为跨国企业的首要投资重点 上海美国商会理事会主席安高博表示 这得看经济表现 需求面是更重要的因素 企业来中国是为了中国市场 这种情况就像是一场马拉松比赛 只要你能找到节奏 还是有机会在终点先前超越对手 为了应对这种困境 中国政府也在努力放宽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 中国发布了最新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将制造业最后两项外资准入限制措施 全面取消 新制将于11月1日生效 对此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分析指出 这两项限制是有关出版品印刷 以及中药相关 这两产业在制造业占比不大 其列删除限制 对于吸引外资的效果应是相当有限 中金院副院长蒙健全也认为 考量到当前中国经济状况不佳 加上美中对抗下 外资和中国企业也都出走 大环境使然下 这些开放措施的效果有限 针对未来中国拟进一步开放服务业 吴大任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不佳的关键 是房地产问题带来的负面财富效果 让消费力大价如能持续开放引进优质服务业 设法让中国消费力重新拉上来 才有助于中国经济复苏 王健全也指出 中国经济持续下滑 又有房地产泡沫 造成内需购买力下架 经济前景不明 内需竞争激烈 未来若扩大开放服务业外资准入 柯南只会对于具有差异化实力 不需面对中国内需竞争的外资有吸引力 总的来说 中国面临的外资流出问题 并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 而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要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从政策、经营环境、国际关系等多方面入手 才能真正重振外资信息 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 需要在保障国家利益的同时 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公平和稳定的投资环境 这将是中国未来经济政策的重要方向 也是外资企业重新考虑中国市场的重要因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宜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